大家好 升旗以得道 今天是4月6日 星期一 那麼 有三節 其實算了這個特法就有四節的 原因也是因為 其實也要評論過去兩天發生的事 所以今天跟刁先生做足四節 那麼這節是我們的第三節 好了 因為還有一節特法 第四節其實 本來上個星期已經想說的 但是因為太多話題的 關係 抽不到時間 那麼 那天呢 其實在這個 我們那個 視像呢 我們本身都是裝過Zoom的 那麼後來有一位網友做IT的 他即時通知我 這個Zoom是大陸佬搞的 而且他是有後門 開了後門程式 是有機會偷你裏面 電話裏面的資料 甚至乎網銀 甚至乎在你說話的時候 把你的資料傳送回大陸 那麼他後來傳了連登的那些連結給我 那麼我卡下去呢 他 也是有裡面所說的 那麼他說呢 就這樣刪 其實也有危險的 因為他有機會殘留在裡面 沒多久跟你裝回 那麼但是他說呢 如果想要根治呢 就要 產機的 要整機 整部機要重新裝過 那麼很麻煩啦是不是 那麼因為我們呢 裡面手機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秘密 我們就沒有了動作 那麼如果各位已經裝了 一旦裝了 但是呢 手機裡面可能有其他的機密資料呢 我建議你們也要做一次清機 之後可能重新裝回一些東西 那麼那個保障就會大一點 因為這隻東西呢 他裡面真的不知道有什麼程式在這裡 開了後門 那麼現在呢 最新消息呢 這個Zoom呢 美國的教育部 紐約市教育部 紐約市教育部 那麼就下令呢 就不讓這個老師在課堂上使用了 要盡快停用了 指示學校 盡快停用這個Zoom 這個很嚴重 因為呢 在這個疫情之下 很多人就改用這個視像教學 包括教育機構 或者我們開會 當時我們 我們看到那些 想去賽浦老師的那些朋友 我們也是用一個 視像方式去跟大家 和大家聊天的 那麼我們知道這件事之後 我們第一時間 就刪除了Zoom的內容 也不敢再用了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看看 都會 密切其他的這些軟件 去用的 是不是 有機會有些要付錢啦 說真的 即使要付錢的話呢 都好過 被他偷了一些東西 那麼這傢伙 Zoom的創辦人 就是山東來的 姓源的 那麼 他呢 基本上我們認為這傢伙 那個背景十分之可疑 他去到美國 仍然是深係中國 也就是把這些裏面的東西 傳送去中國那裏 那麼我有理由懷疑 這是一個中國間諜 又間諜 說真的 在美國 從事IT的中國人 我也有理由懷疑 相信他是中共的間諜 任何一個都是 因為 你想想 去到做IT 你裏面的東西 你事事都想到中國的情況 甚麼你都是以中國的利益為第一個考慮 你不是間諜 但是你實際上的行動就是間諜 即使Facebook 有個團隊說請了6000個中國人 我認為這團隊整個團隊都是間諜 是呀 本身Facebook 我認為如果美國政府要踩上來 他有機會是 大量的要拉到關頭那摩 在裏面的人 當然啦 你自己本身在一個普世價值的機構裏面工作 但是你從事一些反普世價值的東西 進行這個言論審查 以及政治打壓 大家都知道 我Facebook帳戶被人封了 現在應該是封到 4月25日 3月25日被人封 應該是4月25日 封一個月 兩個帳戶都封一個月 所以 我都沒有心機開回我們的page 大家看到很久 已經差不多很久時間沒有看我們的page 我都沒有心機開回 一直都是 這個Facebook 我也可能 短期可能也不會怎麼理會他 或是怎麼用 但接下來我們可能會 召集所有的這些苦主 向Facebook進行全世界的追討索償 是一個集體的控訴 我們說回Sumi這件事 他說 正式的發言人說 這些資料是 誤送到大陸 全球分流到大陸 分流嗎 資訊多了就是分流到大陸 你嘗試跟鍾情局說吧 我們的情報分流到大陸 太多情報了 我們把美國的情報分流到大陸 可不可以 這傢伙 我認為這個元晶 這個CEO元晶 我認為 應該用一個間諜罪 把他拘捕 審判 起碼審判在357年 我去說說話才行 你究竟幫中國政府做了多久 你 這個程式 究竟偷了多少資料去到中國 你要交代 有所有的資料 跟著 他所屬的公司 其實全部都要調查 每一個 都有機會是間諜 甚至乎整個是一個間諜機構 我認為這件事 中情局一定要介入 如果你不介入 美國的公司 利用美國的自由民主開放平台 攻擊美國 違反普世價值 行為獨裁 做賄子手 做打手 其實現在是一個 挺令人擔心的現象 現在一個封閉 獨裁的地方 利用別人的開放 去顛覆人 是啊 這個不單止在美國發生 現在看到美國 第一個受害的那個 就是台灣 沒錯 台灣 已經被假信息 已經 煩了很久了 最後就是去年 發生了一件事 都被炒起了 香港也試過一件事 早幾個月前就試過了 一大堆分享假的東西 都被人產了 但是這樣是不夠的 因為現在Facebook 是有大量 分享假內容的 中共網軍在 但是 Facebook 是亞太區的 是一個大陸人 上海人 他是由一個看簡體字的中共鐵堤下 長大的大陸人去掌管 自由民主開放的台灣 你想一下 這樣怎麼可能 將Facebook赤化 台灣吵了很久了 Facebook 根本 由一個中國的那些共匪 以原木厭的人 洗腦的人 去看掌管 你怎麼能夠接受 現在還有Facebook 內部 已經是在Facebook上班了 在美國Facebook上班了 已經不用說英文了 說普通話就可以了 這樣會更成為世界 華人為甚麼要請那麼多 你怎麼能夠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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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傢伙要抓他坐牢 這傢伙要抓他坐牢 這傢伙要當他 Facebook的簡捷機構 Facebook其實也是一個大的簡捷機構來的 我們香港 已經很突然受害了 不只是香港 香港 台灣 以至 東南亞有些比較 不妥大陸的都是受害者 都是經常被人禁言 我一年 最少七個月在Facebook禁言 零單裏面 放了不久了 還有 現在我也不知道因為甚麼post 而被人禁言 之前也知道 也會通知你哪個post 犯了甚麼事 現在不知道 看不到 說回袁晶 這傢伙 他就 好像有一些伺服器 是在大陸的 而他也 也不會把 大家的 大家的通訊的時候 視像會議的時候 把那些 數據加密 然後 就會把資料傳送到大陸的伺服器 因為他說 錯誤地分流了一些是大陸 錯誤地分流了一些是大陸 那就可以了 忠誠告很簡單而已 抓完他之後 錯誤地分流了一些是關頭藍摩基地 一樣就是根據你的說話而已 沒有拘捕你的 你放心 不是拘捕的 不是審問 不是沒有水營 你放心 只是分流了你去水營的房間而已 分流而已 對的啦 第二天 他用甚麼藉口 你就用甚麼藉口對他 這些是以皮之道還私皮身 將來在關頭藍摩 找回他的私手是最好的 這些人 整間公司應該把他抓緊 根本就是一間間諜機構 是不是 我們說了另外一宗 這宗 不是間諜 但也跟商業有關 因為 這個是在美國上市 納斯達克上市的 這宗叫做 瑞幸咖啡 瑞幸咖啡 我們去年 1月15號 已經是六個一節 關於瑞幸咖啡 當時其實已經是批死這檔東西 企圖想用錢燒死聖巴克 誰知道聖巴克還沒燒死 自己就煲了錢 煲了柴 你是 拿 駝背佬來煲紅豆沙 你打算煲死那個人 拿駝背佬來煲死你的對手 來煮他 誰知道你的駝背佬都燒光了 你的對手都還沒燒死 是不是這樣解開 你解釋這個解釋 我想他有點意外 因為他想不到在香港 就沒有人 不肯簽他的 核數報告 他的核數是安永 然後在美國被集體造重 被集體造重爆出來 沒錯 因為美國有個 運水 有個機構叫運水 他就追擊他的財務 那些數據是假的 是造假 然後 他可能也是參考香港安永 因為會計師不肯跟他簽的東西 因為太流了 變成 這次他在美國 股市市值蒸發了 七成半至八成 跌得很慘 你也可以想想 差不多就變成長子了 這樣搞下去 肯定啦 因為你是一家 純負債的垃圾公司 因為去年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1月份我們已經踢爆了 你 本身中國人 就不是一個喝咖啡的文化 一個外來文化 他本身有一個西式的管理之餘 還有一套核心價值 其實咖啡店本身 也有一個核心價值 中國人 你本身就是嚮往獨裁 你需要有一個皇帝在你上面 需要留一條邊 你的頭頂上面最好撞一把 叫做的子 隨時有機會把你的頭扯走 中國人就是面對這種問題 你就將自己扮成一個洋人 扮成一個 響往西方文化的洋人 但是骨子裏面 基本上你是 尊崇極權 動一些又說要 合平台灣 又說要殺光台灣人 動一下又說要殺光日本人 是不是 全世界最混蛋是你們 最混蛋是你們 說什麼人而道德 你們有嗎 有人而道德嗎 這家公司來說基本上就不牽涉到這個層次 但是牽涉到這個 是骨髓的層次 其實不是骨髓的 而是圈錢 我們去年的節目已經踢爆了這家公司 他想透過一個財技的方式 在短時間內 融資借很多錢回來 開4000間分店 甚至乎1萬間 他說用包圍的方法 包圍這個 星巴克 每杯子是賣10元 星巴克要賣30至40元 他希望用價錢去搶好人家 當然 內地有些消費者 說回來 他們喝過星巴克的咖啡和這家瑞幸 其實大家差不多 其實大家 真的不是自在喝過咖啡的 咖啡店基本上 本身就是 有一個 認同西方的價值 以及氣氛 有些人拿著電腦買一杯咖啡 咖啡店對於那個客人對於咖啡店來說絕對是虧本生意來的 問題就是他不會趕你走 原因 咖啡店 其實是一個西方的文化 第一 透過咖啡 你認同了西方價值 希望 接受自由民主 人權 這種西方觀念 在一種自由的環境之下 人家店鋪也不計較租金 是一個 開放的形式 讓你在那裏 蹲10個小時 或者12個小時 你只是幫忙一杯咖啡 那個其實是一種胸襟來的 你試一下 去香港 中國人的茶樓 喝龍鳳爪在那裏坐10個小時 被人吵到你很糟糕 人家都會下場啦 然後就掃地 五分鐘來掃三次腳 茶餐廳也不計較你啦 這個本身人家是 西方人那種文化 人家那種崇尚自由 崇尚互相尊重 平等博愛 基本上人家是很大愛的說話 你就反過來 你純粹想要騙救人家的錢 說真的 要喝咖啡自己也不會沖嗎 說真的 你回家買的咖啡粉 沖的咖啡跟星巴克的咖啡 不會差很遠 為甚麼你要給40元買一杯 而不自己40元充20杯 原因就是你要感受那個文化嘛 你中國人開的東西 基本上是東師校貧 讓人想學人家 人家做甚麼就做甚麼 到了最後 你用價錢 打倒了人家 問題就是你自己燒死自己 然後還要做一盤假帳出來 告訴人家我有很多生意 最暗狗是甚麼呢 最暗狗是納斯達克 當時有些美奸 火童這些騙子公司 就將它上市 基本上是美國人受害的 因為納斯達克上市 買了的 九成九都是美國人 又或者美國的基金 因為美國 美股本身也不是一個散戶市場 不會有人 不會有散戶告訴人家 今天又買了兩股 阿里巴巴 又買了一股波音飛機 不會的 那些很少的散戶參與比例 大部分都是機構投資者 基金 是不是 你想想這次有多少基金受害 這隻貨幣還炒得過50元 現在 上個星期看五個多 現在不知道有多少錢 今天開市 也不會樂觀的啦 跟著 肯定是長子來啦 這隻貨幣 現在被人集體訴訟 說你做假帳 這些官司有排輸 買了你的股票那些人是打官司的 現在是人家告告你就是買了股票那些人告告你嘛 你詐騙嘛 所以 其實這件事 有一個深層一點的意義呢 就是 你沒有了香港 就會搞成這樣 你不要以為沒有了香港 哎呀我美國上市咯 好啊 阿里巴巴 現在還沒開始而已 我告訴你 阿里巴巴接下來要面對多多訴訟 賣假的東西都已經夠了 是呀 告人到你破產了 你老美 不過現在不關馬雲事 幸好 馬雲都被人充公了財產 現在變成了國家隊 現在變成了國家隊 國家隊不肯死嗎 人家照告你啦 印度也說要上場20萬億美金啦 當然啦 這些我們當是花邊心的問題啦 你索索賭才算啦 索索賭才算啦 問題就是 索索賭不了你中共就搞夠你的公司啦 你這麼多公司在美國上市 逐間逐間搞夠你啦 很簡單的 這檔雞排 我們去年已經和大家踢爆過 一定沒有好下場 但是當時他是想在香港上市 因為香港的制度 他也不敢在香港上市 而且也有美奸的支持 這些是美奸來的啦 你用假的東西 美國騙救人 你是分錢 你不是美奸是甚麼呀 這些監管機構要救他老母子 還有大量的假的東西去了美國上市 那些全部都是做假的 沒有一家是真的的 因為其實 他早年來香港 或者出去上市的那些 就真的有些實業的 你說青島啤的那些 現在都立不倒的 那些是實業來的 那些是真生意來的 就算你去到江西彤 也不是說 都不是說留得了 江西彤也有生意做的 但是你已經去到 跟著之後的那些 就是大家在玩財忌的 尤其是近幾年互聯網興起的那些最離譜 那時候的共享單車全部死了 現在大陸的共享經濟 很多東西都死了 都死了那麼大 單車全部丟掉了 變成單車海 變成亂撞江 現在他沒有了香港這個平台 其實這次也是因為香港的核數司 會計師 不肯跟他同樂合戶 才會揭穿這件事 所以功勞是有的 起碼是安永守紀一功 揭穿這些老千 說真的 他不敢簽下去 因為如果 隨時是刑事的 對呀刑事的 簽那個人要坐牢 另外 他也會被人追究的 現在他不簽就沒事 不過現在 這間水限咖啡就大了 可想而知 未來的 訴訟肯定是多的 賣掉了你股票的那些 不得訴訟 現在只是被人 這樣 集體訴訟已經夠了 你一旦贏了 然後其他那些 跟著來的 所以呢 我們告Facebook 告YouTube 當然 實在太多東西 我們可能也要 組織 把架構做大一點 不然根本就不夠人手去做 但是 是一定告硬你們的 尤其是你Facebook是美國公司 你竟然是一個 普世價值的國家 在走這個專橫做一個 獨裁國家的打手 你們 是一定要 拉糾了你們的 根本 不僅是要 去美國法院告你們Facebook 賠錢那麼簡單 應該是CIA要出手 要拉糾你們這群家產 CIA如果做事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拉糾了那群家產 究竟他有沒有在做事 我們是不清楚的 希望他們抓人 快點拉糾了你們 黏住你們的護照 撕掉你們的綠卡 捉住你們的關頭難摩 分流而已 又分流 絕對沒有拘捕 只是把你們分流在關頭難摩基地 只是剛剛好多水 蒸餾水不知道要怎麼用 我們就做水營 這樣也行嗎 一瓶蒸餾水就會逼供 什麼都會說出來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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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